因為我本來就對戰術也不太會背 那這個在背配方表的時候 的確是花了比較久時間 那包含就是剛剛的拉花 或者是其實都是很多好朋友來教我 那我趕快上手 像我一開始有一些 就是人家旁頂的 那可能是球員 或者是球隊的教練 那我可能要去做一個很遠的外送 然後可能送到那邊的時候 別人看到我是覺得我是一個送外送的球員 當然他們未必會這樣想 當球員剛退休的我去到那種環境的時候 我會就是覺得 就是要送給自己一樣都是球員的 那我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當我覺得送完之後 我覺得我長大了 我又進步了 因為這個對我來講真的已經沒什麼 那之後在任何服務上面 對我來講都是很輕鬆的事情 你周遭會有很多人 他覺得你這個是不會賺錢的 他們一開始是不看好 當然他們是好意思擔心你 因為我的家人一定會希望我就是 像以前在台影 他們就會希望我當公務人員 這樣他們最放心 那其實那一塊要說服 我覺得可能大概是說服不了了 沒辦法去影響到每個人 對一件事情的想法 但是至少你讓他們感受到的東西 他大概知道你獲得了什麼 像我去最近去那個台南麻豆開店 其實我是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那有些人會覺得這樣很累啊 或幹嘛 那我覺得至少我有滿足到我自己心裡的成就 因為我是又開了一家還OK的店 當然中間有一位粉絲 然後會想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是就告訴自己說 那你先把這家店做好 我覺得很多球員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想要投資什麼 想要投資什麼 我以前在當球員的時候 也有賣過球鞋啊 從國外進一些東西買 那我後來發現 其實你會兩個都沒走好 那你不如好好把球打好 因為打球對你出社會 未來一定會是一個幫助 我以前在退休的時候 未必這麼覺得 但我退休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很多人是默默在幫助你 那甚至我現在的展店 其實跟籃球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就是要把一件事情先做好 那你才可以去分身 穩定然後去做一下副業這樣